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坦花肉蜜 我是五花肉 今天帶大家來到達仁鄉的土板部落 一起來探索 我們請來了八個零社會企業的淑媚經理 帶我們一起來體驗 HELLO 淑媚經理 你好 介紹一下自己 好的 大家好 我是男回協會八個零社會的專精淑媚 淑媚經理 我是部落小白 我想問一下 如果要來體驗土板部落的深度文化之旅的話 可以怎樣體驗 體驗找我們八個零社會就對了 你們有在導覽體驗 有有 太棒了 那我們除了有部落的導覽 還有就是我們在推食農的 食農體驗 食農課程 療癒的課程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 跟部落小農合作的園區 你可以去那邊做一個沉浸式的採集 然後可以直接採集食材後 自己做 自己烹飪自己做一個 在地野味的料理 好耶 那我們就先來 帶我去導覽你看看吧 OK 走吧 走吧 你有看到我們的入口異象有個土板村嗎 這邊這樣就是到部落入口對不對 對 這邊就是部落入口 然後這邊是異象公園 我剛看到他們一群人圍在那裡 然後那個是什麼東西啊 在烤肉嗎還是什麼的 喔 你說後半的雕像喔 對 主要是那個我們土板村 五年會舉辦一次的一個很重要的祭 叫五年祭 那五年祭就是五年一次 那在東部來講就 目前是土板 還保有這個很傳統的文化祭 那它主要是針對我們的祖靈還有神靈 請他們從天界下來之後 跟我們一起共同的就是 參與這個祭儀這個祭典 所以它是非常的嚴肅跟神聖的 那跟一般每年的收穫祭 熟期的收穫祭是不一樣的 它是五年一次 那我們在10月25號 今年嗎 對 今年剛好就是五年祭 10月25號 這麼剛好 對 是我們的五年祭的祭祭 那時候我們是部落寺可以開放外地的遊客 所以我也可以過來 當然可以 所以可以來參觀就對了 對對對 那有沒有什麼禁忌之類的 禁忌呢 因為你看後面的雕像 它是圍成一個圈 所以在那個祭儀的範圍內 那個圈內 你是外面的人是不能進來的 所以我保持安全距離在旁邊看 對 在我們的祭場裡面 其實我們會做一些規劃 就是讓一些一般的外地來遊客 就是有一個類似像一個看台區 你坐在那邊看就好 觀看就可以了 對 那我10月份要來在這邊看一下 一定要 你們那個傳統記憶 你還記得幾夜幾號嗎 10月23號 10月23號嗎 是10月25號 不好意思 10月25號 記得是10月25號 我現在要早兩天先來體驗一下部落文化 可以可以可以的 那接著繼續帶我去探索看看還有其他的對不對 對 我們才走到門口而已 好的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東西呢 台灣族工藝來講就是除了陶藝還有木雕 嗯 那因為我們部落有一個很有名的珠彩寶大師 嗯 對 所以那個前面的那個雕像呢 就是他的生前的作品 然後他比較上場就是在於 可能是獵狩獵文化 喔 獵狩文化 所以他那個拿著那個 對 拿著一隻毛這樣子 因為他本身也是獵人 嗯 所以他對獵狩文化是在敘述 或是他作品中敘述農事的這個部分 就是本身的獵人 所以他才可以在設計上面啊 製作這些都有很吸引的表現 那些拿的東西啊 配備 還有那種手的姿勢什麼那些的 嗯 都是真的是獵人 比照獵人的模式來做 對 哇真的很厲害 那我想問一下他下面還有那個 蛇的那個圖案的話 嗯 那也是你們部落有特有的嗎 蛇 那是白布蛇 嗯 那白布蛇是在排王族的文化裡面 喔 對排王族 嗯 可以雙式的守護神 嗯 竹林這樣就是守護神的意思 對 所以就是都會在部落裡面一直看到這些 對 很多類似那種蛇文 或是一些異象圖案 那這邊是除了白布蛇之外 那我等一下再帶你去看那個 土版部落很有特有特有的動物 什麼動物 啊跟著我走 好 後面 對 是那些螃蟹嗎 是的 看牆面上 土版也是稱為做是 毛蟹的故鄉 嗯 如果大家很多 可能名狀或是遊客 他都會先去Google 嗯 他會知道 啊土版它有一個 別稱就是叫毛蟹的故鄉 毛蟹的故鄉 那因為我們下方這邊是一個大主高溪 嗯 那以前他就是很 生態很豐沛 那很多毛蟹都會從河床這樣上來 喔 甚至就 對 多到就是老人家說多到就是 可能你在馬路邊 或是跑到家裡都有 都有 對 但是因為巴巴封在之後 生態做改變了 嗯 所以河床那邊很多都被 在巴巴封在之後都被破壞 氣息也都被破壞掉 所以現在毛蟹 就沒有那麼多 對 都在就是這個 就看不太到 就是大家可以來看 那個石牆這邊的毛蟹 那接下來淑貝經理 還有什麼地方 要帶我們去看看 探索的 接下來呢 就只好往部落走囉 喔 往部落走嗎 對 好 這裡呢 就是我們圖館的天竺堂 很漂亮耶 這邊牆都還有這個 對 然後裡面有一個 很有特色的一個 像是景象嗎 就是一個很特色的一個雕像 怎樣有特色 又是這邊絕無精 就是只有這邊才有 對 真的只有這邊才有 不要騙喔 應該是說它這個是 最早開始有的 然後會影響到旁邊 其他部落的天竺堂 裡面其實很可愛 也都有各種那個 小圖案 小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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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背後那邊都是 漂流木嗎 看到很多木頭耶 對 都是木頭 就跟我們在入口印象 我剛才給你介紹那個 朱才寶大師 這也是他的作品 對 這裡面都是他的作品 它這上面還有畫葫蘆耶 好特別的 對 因為葫蘆 對我們台灣族來說 它是一個占卜的 道具 它是一個占卜的道具 對 因為我們在傳統來講 就是布林腦 就是女技師 女巫師 嗯 那就是他的占卜的道具 原來是道具 對那是我們的傳統信仰 然後把它融合在天竺堂裡面 西方的信仰裡面 所以這是土版天竺堂 最有特色的地方 最有特色的就是那種 混合的感覺 對 那剛剛你跟我說 就是 最特別的那個東西是 耶穌的 對的雕像 雕像 為什麼哪裡特別 你跟我說一下 因為除了耶穌雕像 你看它旁邊其實都很多是 珠彩寶大師的木雕的作品 對那你看它的作品的話 就是 因為它是十字嘛 然後 旁邊它 有加上我們的 白布蛇的蛇文 喔還有白布蛇 可是白布蛇 就是蛇不是在天主教 是比較算 反派的角色嗎 對 所以怎麼可以進來 在聖經裡面 蛇是不好的化身嘛 邪惡的化身 所以那可是在我們傳統 波路的信仰裡面是 它是守護神 是祖靈 是祖靈 對是好的象徵 那因為 西方信仰進來之後 其實那時候的神父覺得 部落的傳統信仰是一個很美妙 很美好的東西 他覺得應該要傳承下來 所以他就把它 他也不介意說那個蛇的化身 是代表什麼意思 就很尊重部落的文化 對 就結合在一起 所以你才會說 很獨特的就是這兩個東西 對 那真的很特別 然後加上又是那個 國寶大師 然後 親自 那個雕刻出來 雕刻就是他的作品 這樣 那所以真的大家如果來到部落的話 真的要好好進來這個天主教堂 走走看看 就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很棒的 就是有部落文化 然後加上天主教堂 結合起來的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 是不是可以到戶外的地方 聽說你們有紅藜天非常有名 我想去看看 OK 那就麻煩崇慧經理帶我走囉 好囉走吧 太棒了 左邊右邊這兩邊 都是我們現在巴格林的園區 喔 因為我們的主題是園區還蠻多 那這是其中一個 其中的 對那右邊的就是小米 嗯 那左邊的話就針對夜拆類跟經理 還有紅藜天 對 所以這次都是老人家 他們會過來這邊跟種 對呀 自己跟種 對部落的長者會來這邊 自己 自己跟種 自然農法 我想問一下經理 就是這邊的話 都是老人家自己種的嗎 對啊 這邊的園區的菜 幾乎都是部落長者 嗯 他們平日就會來這邊 就是從早上到下午 喔 早上到下午 很充實欸 對啊 中午就休息 呵 哇 這樣過很不錯 老人家還可以活動活動 筋骨對不對 對啊 而且離部落也不會太遠 喔 對 他們都會來這邊 跟坐跟坐 跟坐 然後同時 我們來體驗的人也可以來這邊 對 對 就參加你們的那個 食農 食農的遊程 那想問一下老人家做的這個產品 他們就會製作成什麼 像這個紅藜啊 然後還有小米的話 像這邊的農作物 有一部分就是 因為我們有在提供文件站的長者 還有據點的長者的餐食的部分 那這些有機的蔬菜 就可以變成他們的食材之一 嗯 那它就是一些古物類我們收成之後 就是把它真空包裝 然後做一個產品的設計 我們就會在 就是跟各種餐車 或是我們的官網會做一個銷售 所以就可以在那邊 然後買到老人家 真的自己種了紅藜 有機無毒的 有機無毒很棒 而且這個環境很好耶 即時的打卡拍照上傳 都可以 都要就放心 嗯嗯 好耶 所以這個主題園區就很適合 可能一些我們在街遊城的客人來這邊 嗯 又不會距離部落太遠 所以就很方便 對對對 好耶 那你就帶我去看一下那個紅藜 好好的 走吧走吧 前方紅藜田 大部分我們這邊都是 外圍都是種紅藜皮 有 我有看到這裡 這裡有紅色的這個 是不是 就是準備要好的啊 然後這個是 這個還沒 還沒 還要等它變紅 它通常會有橘色 紅色 或是在粉色一點 在後面那裡的那一種 所以這個其實來拍照打卡 也很漂亮耶 對啊 就適合拍照打卡用的 舒芋琦 等一下可以幫我拍一張嗎 我想說我今天 喔 有到此意有 對有到此意有 雖然沒有耕種也沒有採摘 但是打卡一定要有的 一定要有 麻煩你囉 好的沒問題 好 可以嗎這樣子 沒問題 沒問題 有嗎有嗎有網美的感覺嗎 有有有 絕對有 好耶好耶 可以換個姿勢 都可以都可以 好那 OK了嗎 你OK了嗎 當完美夠了 OKOK 非常開心 謝謝淑妹經理 不客氣 那接下來 這邊拍夠了嗎 拍夠了拍夠了 然後我們要去下一個主題園區喔 你說那個沈浸室可以做披薩的那個嗎 對的一個食農的採集體驗 然後直接現場做 現場吃 對好 沒錯 那趕快帶我去體驗吧 走吧走吧 走 還要繼續採集 當然要自己動手做啊 你看那邊 那麼多人在等你 哇 人也太多了吧 都是我們部落的長者 在這邊做耕種還有採集 所以我們這邊是自然農法的菜園 看起來是很自然沒錯啦 所以等一下披薩的材料就在這邊 沒錯 然後就可以直接 自己動手做 我們我現在去將你的菜園 那等一下會有我們的伏伏們 帶你做一個採菜的體驗 來 先跟伏伏們打招呼 哈勞 你好 你好 妳好 Looking at my house 我要當天,老闆 我來大廚 你怎麼比江湯 很高興 很高興 你說是 是的 所以為什麼 先搬哪 Ido Ido就是過去 過來 老師 對 我們要足以沉浸式體驗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沉浸式體驗對不對 對 沉浸式體驗 武夫帶我來這邊體驗 武夫 這邊是什麼菜 這是武夫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這是什麼 巴蘿蔔嗎 蘿蔔 所以你們的菜園很有種蘿蔔 很新鮮耶 這都沒有農藥對不對 沒有 都是自己這樣種的 然後這個也可以醃啊 也可以熬湯啊 所以你們平常自己都會吃這些東西 哇 那很健康耶 那還有什麼菜可以帶我來體驗 有那個 薩蘿蔔 一下 樹苗才會長大 可以直接把 樹苗 我要怎麼採啊 看你樹苗哪一個都好離 有距離 要有距離 其他距離才會長大 哦 所以不能離太近的就對了 因為還沒有樹苗 這樣可以 隨便把人樹苗就好 好啊 青椒青菜也可以 汆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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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 那還有什麼啊 可以帶我去體驗採看看 這個 蔥啊 阿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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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可以吃喔 哪一個 這個是什麼啊 杯雞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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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可以直接吃 對 然後這個是直接汆燙就可以吃 汆燙就可以吃了 好健康的野菜 這個是 或者是炒蒜頭 沙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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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因為是比較老的水 比較老了 吃辣的 吃辣的 豐富耶 然後這個是酒菜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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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嗨的食材 莉莉嗨的食材 就是我們的Dark's Pizza招牌的 哇Dark's Dark's就是三腔肉 三腔肉 沒錯 登登 我們莉莉嗨的人物叫總監 是總監 這都是做什麼用的 好厲害的感覺 這個是做煙燻的 你看看裡面 裡面有我們的三腔肉 三腔肉 對 用煙燻的 這是你自己蓋的嗎 對 對 它這個主要就是用煙蔥效應的模式 把火煙燻 煙燻起來 那我剛剛聞到很香的木頭味 你們是就是 用三絲素 三絲素 對 三絲素去把它做煙燻 對 煙肉 煙起來 煙度會比較高 對 那大概要煙多久才會好啊 大概這個是要煙到24小時 24小時 這麼久 它才會入味是不是 對 完全 而且它的速度不能太快 為什麼 煙燻的速度要慢慢煙 把它煙熟 對 煙熟 對 隨時要24小時的煙燻 哇 這樣很費工夫耶 如果是大隻的話 大概有時候要兩天兩夜 哇 這麼久 對 很期待 那等一下披薩的料裡面 就會有放這個三腔肉嗎 對 對 對 好神奇喔 用這個三腔來去做披薩的原料 對 這樣用煙燻的 然後這煙燻起來就是用 這個煙蔥效應的模式 把它慢慢把它熏熟 就這樣 哇 很期待 等一下想要吃看看 好好好 所以它已經熟了是不是 現在好了嗎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太好了 那我等一下 我去體驗一下披薩 好 然後回來 OK 好 謝謝 拜拜 那我們現在就是我們的餐車 對 那我們餐車叫 好 大克斯披薩餐車 大克斯 就是剛剛看到的那個 山腔肉 沒錯 現在呢 我就是要帶妳做 我們的招牌 大克斯披薩 好耶 好 想問一下你們這個餐車的話 是 怎麼 當初怎麼會有這個餐車出來啊 餐車 其實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協會 母會本體版是做 是社輔為主 你們母是什麼協會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協會 對 那主要是做那個社輔 然後做了大概成立有十一年 十一十二年左右 一百零八年 就又創了一個 巴克林社會企業 哦 對 但其實也是在 附屬在母會下面 母會下面 對 然後專門是在做 產業的部分 對 那餐車 餐車是 大概是前年 大前年開始執行的 哦 對 那也是我們的 巴克林社會企業的招牌 就是這個餐車 對 甚至 比它 比巴克林還有名 然後大家先知道 餐車才知道巴克林 然後來認識裡面的人 對 那這個它其實是一個 呃 宣傳 因為我們這邊巴克林 產業就針對是要 一開始 在一百零百零年成立的時候 它其實主要是要推動 部落可能小農 小農 的一些可能 我們把他們就是做的那個 種的一些 呃 根莖類啊 古物類 哦 把產品銷售出去 對 每次他們的那個 行銷部門就對了 對 因為部落現在 很少人在種嘛 而且年輕人都外流 嗯 那因為都在為了生活 所以都在外面 嗯 對 甚至或是成家立業 可能到晚年才會回來這樣 哦 然後所以部落其實大部分都是 年幼的孩童跟 呃 長輩居多 那長輩他們種的東西 因為他們沒有行銷的概念 所以就會 想說我們 透過我們巴格林設計 可以做一個 二級產品的包裝啊 然後幫他們做一個 宣傳行銷的部分 對 大概土中間 同心圓 對 所以我現在做的披薩就是那個 山腔 山腔口味披薩 嗯 然後它的材料其實就是這個 是這個 底層的醬 對 然後山腔肉 山腔肉 然後起司 對 很簡單看就是大口吃肉的披薩 我們就是 很澎湃 很澎湃 給大家吃肉就對了 嗯 因為我想說 放太多其他的佐料啊 會 可能會蓋過去 原本那個山腔 山腔肉的那個味道 山腔肉的那個味道 哦 因為經過就是 24小時煙燻它 其實它會有 很香的那個 柴燒 柴的味道 柴的味道 對 木頭的味道 那我剛剛 我看到你們餐車就是 平常的話 如果我沒辦法來這邊體驗 嗯 可是我又想要吃 這麼特別的披薩的話 可以在平常在哪裡 遇到你們嗎 或者是要怎麼邀約你們來 通常常上車都是跟著 活動跑 就像會 台東比較有名就是 巴西瓦里 然後或曼石街 還有甚至是 東海岸的月光海的活動 所以在那些活動 都可能看到你們的身影 對 我們就會 報名參加 那或者是小到就是 可能 我們可能 各鄉 各鄉政辦的一些 可能 一些市集 我們也會參加這樣子 哦 那我如果是遊客想要來 體驗這邊的郵程的話 也是搜尋巴格林裡面 就可以看到你們的 就是園區的沉浸式體驗郵程嗎 就是目前我們有帶的話 活動我們都會把 那個那種活動的成果照片 或是一些體驗的影片 我們會在上面做那個宣傳這樣子 嗯 所以 除了是透過公所或是旅行社這樣宣傳 然後也可以直接從那個 我們的官網或是粉專 好 這樣就可以了嗎 嗯 先不要太多 因為等一下還有第二層 還有第二層是不是 對對對 這只是要黏食材的 我太貪心了 Double Double Cheese 給我一點點 哇這就是那個山腔肉 對就是剛才在那個 咬乳燻的 還有薑是不是 我看到它好像還有一些薑片 薑是 因為在做的是我們部落的長者 然後他覺得薑是可以 也可以蓋過那個味道 哦 對 所以除了煙燻以外 他還可以用薑然後來蓋味道 對 剛剛看到就是你們餐車 就是那個照片啊 就有看到蠻多年輕人 一起在做這個餐車 所以它是也帶動了蠻多返鄉青年 就是回來一起做這個事情嗎 對 因為餐車基本上 我們的夥伴啊 就是幾乎都是返鄉青年 包括我 包括我自己 對對對 所以就因為這個餐車 然後讓大家有更多事情 可以就是回來這邊做 對 因為近幾年其實 就是不管是家庭因素也好 或是個人的 呃 志向也好 其實回來部落的 其實蠻多的 嗯 那回來部落你一定會想說 那要什麼工作會比較好 然後剛好餐車 是很需要年輕人這種有活力的 嗯 去跑外面啊 跑外面啊 然後藉由他們去說一個故事 去行銷我們部落 行銷餐車 行銷巴格林 嗯 所以我們就會需要這些年輕人的活力 然後帶動我們整個產業跟整個部落 對 哇 這樣真的很不錯 而且這感覺快好了對不對 對 謝謝 你要吃很多是嗎 我太貪心了 要把聖漿給我嗎 我 我太貪心了 我多給你一些肉 別 你的比較多餒 我覺得你的肉比較多唷 等一下分你一點 好的 這樣夠嗎 這樣夠嗎 這樣我就滿足了 滿足了是不是 好好好 那接下來是直接烤還是出來 然後還要再放什麼東西 就是 乳肉絲 喔 再乳肉絲 對 太好了 好了 好 這樣就做完成了 然後接著就是把它 靜搖 靜搖 好 要有什麼儀式嗎 還是 也沒有啦 也不用什麼儀式 好好好 那我們就 等它的熱度夠 然後就可以推進去了 是不是 對 差不多差不多了 好 我們就 推進去就好了嗎 對對對 哇 感心燙喔 感覺會很好吃 好的 哇 已經好了嗎 我們的披薩烤好了 真的超級期待 等一會香喔 很香耶 它非常的香 又非常的燙 感覺是出來很燙 經理你小心 好的 好 所以 直接是這樣子對不對 是的 哇 它也是有Payboard的喔 有什麼Payboard 不是那麼好切的喔 哈哈 而且你的料放那麼多 那麼紮實 應該不是很好切 哎呦 要有一個角度 有什麼角度是不是 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但是比較有力 你這樣切 來回切比較快 已經切好啦 這樣就是我的一片 好的 哇 這個料很真的 切面也很好看耶 就是起司夠多 然後三腔肉也滿足夠的 我們就可以開始品嘗囉 可以請 小心燙 好 那我就 來吃我自己在這邊 體驗自己做的山腔起司披薩 是Double版的 比較貪心版的版本 小塊的 嗯 嗯 這個餅皮很香耶 就是因為它是薄薄的 然後很 就是脆口脆口 有點像餅乾的感覺 對 那我還沒有吃到山腔肉 我得再吃一口 你的肉可能都放在中間 堆成塔 之類的 我再吸一口 滿滿起司 跟有山腔肉的部分 有 我咬到肉了 有 很有咬勁耶 嗯 它是 然後 它是有煙燻過的味道嘛 所以 越咬會有那種木頭的香味越多 然後可是 我覺得它好像是 牙口要比較好的人 才可以去得動對不對 它是滿有口感的 比較 嗯 比較嫩一點 嗯 因為畢竟是 在山腔跑的動物嘛 嗯 總是那個肌肉比較發達 肌肉比較發達 對 對 很有嚼勁 越咬越香 很有嚼勁 有點肉乾的那種感覺 嗯 算 好吃 所以很多那種學生來DIY 他們會直接吃了 你就直接吃那個肉 直接吃了 哦 他們都很好吃 嗯 小朋友很喜歡吃這樣 就是當成肉乾這樣 肉乾吃 真的滿好吃的 謝謝淑妹經理 帶我來體驗這一切 不會 而且我第一次吃這個山腔肉 我覺得感覺很不錯 全部你的了 全部都是我的 好的 謝謝淑妹經理喔 不會 那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好吃好玩的呢 再歡迎大家跟著我們一起去探索台東 今天就很感謝巴格林的淑妹經理 然後帶我 導覽然後體驗園區 然後觀眾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一起來到圖板部落這邊 然後一起來走走看看 然後吃吃披薩 大家掰掰囉 掰掰 掰掰